刚刚提到李文中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重点 如果各位注意一下 昨天是谁去询问李文中 而且把他变被告呢 是检联 注意那个联这个字 因为检联本来办的不是政治现金案 检联办的是 是精华城案 李文中检联会找他 把他变被告 李文中本来是在检调的调查 本来是调查举办的政治现金案里面 怎么今天变成廉政署去找他 所以有可能他在精华城里面也有角色 因为如果说刚刚之前说大巨蛋的案子 他也有角色的话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他们不同的案件之间 已经连在一起 然后可能检察官 因为这是统一办案的 那廉政署也好 调查局也好 他们的相关联的证据 或许在金流这一块 会有更不一样的发展 因为先前在政治现金案里面 李文中他不是个 他不是个被告 那时候我也蛮惊讶的 在这条线上 应该是端木正是会计师 他的财务长是李文中 再上去总干事是黄珊珊 怎么就停在端木正是被告 对李文中在那边 目前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是没有被列为被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检联对李文中列为被告 这件事就代表说 他认为李文中 他的那个金流 那李文中跟什么金流有关 跟政治现金金流有关 跟木可的金流有关 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跟金华城的案件有关 那显然检察官在这一段 这这一两天的时间里面 他积极的复讯 应该不止李文中 那他也说复讯几个 目前在押的重要人物 显然针对金流部分 也还在持续的去巩固他的证据 好 所以代表这个21页的抗告书 一定有更多新的市政 但重点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上千万的不明金流呢 因为记不记得 沈庆经不是说 他给应小微四千多万吗 就现在发现 里面有1500万 应小微交代不出来 对不容 那这个1000多万 到底流到哪里去了呢 有没有可能就被怀疑说 会不会是在某人的账户里呢 好 请教一下律师 因为你看现在包括了上千万的不明账目 那当然现在大家也想说 柯文怎么可能被压 这一次还是用不知道闯关吗 因为包括议员何梦化就说 在大巨蛋开发过程当中 柯文则也曾经被指控说 透过李文中施压介入都省会 李文中现在是什么角色 昨天转被告 200万元交保 昨天出来的时候 名字臭公公 整个角色都不一样了 现在怎么搞 这个其实我先讲 检察官在抗告提出一个 20多页的这种抗告书 其实是非常少见 因为事实上一般来讲 这个检察官的抗告 可能都不会有太多的内容 可能就针对重点回答就好 那可见检察官在这一次抗告 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那显然检察官 他现在是应该有两个方面 我们综合说 包括像现在新闻又报道出来说 柯文哲好像有签过一个 所谓的变签 当然相信这个新闻报道是这样 又包括说李文中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检察官显然还是针对 两个部分去强化 第一个部分一定就是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他有图力的可能性 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一个所谓的变迁 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柯文哲他知道 当然我们在这几天的讨论中 已经看到很多很多 跟柯文哲知情相关的事实 跟证据 包括前面是不是就已经 有人在咨询 那甚至更早之前 他是不是就已经把这个案子 交给这个都发局 询问意见 都发局回复他有图力可能性 然后这个时候 刚刚那个变签就在这里 就是说是不是要让他们 速审速决 然后不要不法这些东西 都是出现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柯文哲真的不知道吗 他在都发局 你就想象嘛 今天一个老板 跟员工说 这个现在状况怎么样 员工跟我说 老板这个有可能违法 如果老板是说这样子 违法 你再研究看看 你当员工的 你不知道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吗 老板是我去研究看看 当然 不会牵扯到你 然后研究老半天 又跟我说一次违法 你会不会研究啊 怎么研究 你都已经告诉我违法了 不要研究到不违法就对了 你告诉我违法 我如果觉得OK违法 那我就停下来不要做了嘛 我既然又交办下面 要去研究违法 再研议 那就是在 在商量看看 没有空间嘛 没有人那么笨 总会跟你说违法是不是 你把我研究到不违法为止 没有人笨到这个样子嘛 当他知道有土力风险 又继续交办的时候 这难道不是一个意图吗 所以我觉得检察官 在这个土力的知情 以及意图上 一定会再去强化 把这所有证据弄出来 这里我想要额外提一件事 检察官我很难想像 他在前面提申请羁押的时候 这些证据资料完全没有提 我认为应该不会这么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 应该是检方应该都有提了 那就看看 今天这三位法官 有没有要采信这些证据 因为你这个有提后 这个对于他的抗告 有一个帮助是说 我有提啊 那你北院你要不相信 我检察官的证据的话 你也要跟我解释啊 你要说明为什么不采信啊 你都不说明 那这个东西可能在法律上是违法 可是今天看起来 好像今天的消息传出来说 其实偷偷密讯了不少人 这个就是检察官 我认为他除了既有的资料以外 他也有可能再去强化 这里有两个人 比如说刚刚提到李文中 为什么他会是一个重点 因为如果各位注意一下 昨天是谁去询问李文中 而且把他变成被告呢 是检联 注意那个联这个字 因为检联本来办的 不是政治献金案 检联办的是 是金华城案 李文中 会找他 把他变被告 李文中本来是在检调 的调查 本来是调查局办的 政治献金案里面 怎么今天变成廉政署去找他 所以有可能 他在精华前面也有角色 因为如果说 刚刚之前说大巨蛋的案子 他也有角色的话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目前看起来 他们不同的案件之间 已经连在一起 然后可能检察官 因为这是统一办案的 那廉政署也好 调查局也好 他们的相关联的证据 或许在金流这一块 会有更不一样的发展 因为先前在政治献金案里面 李文中他不是个 他不是个被告 我那时候我也蛮惊讶的 在这一条线上 应该是端木正事会计师 他的财务长是李文中 再上去总干事是黄珊珊 怎么就停在端木正事被告 对李文中在那边 目前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是没有被列为被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简联对李文中 列为被告这件事 就代表说 他认为李文中 他的那个金流 那李文中跟什么金流有关 跟政治献金金流有关 跟木可的金流有关 这个部分 是不是也跟金华城的案件有关 那显然检察官在这一段 这这一两天的时间里面 他积极的负讯 应该不止李文中 那他也说负讯几个 目前在押的重要人物 显然针对金流部分 也还在持续的 去巩固他的证据 好 所以你看 柯文哲今天 是要到花莲一趟 那在刚刚最新消息是 他已经回到了台北 但是面对记者的访问 他也是什么都不说 但重点是 他今天去花莲的时候 到花莲的时候说了不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小主席 简教在您的账户中 从查出千万的金流 会要解释一下吗 我那天有 千万金流就好面了 可是这两天睡得好不好 你睡得太多了 你还忘记有外交医生吗 到头就睡了 对于康高有信心吗 记者会的部分 他没有人哦 那吴怡轩 不懂来别的话 总要不安排又不是安排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柯文哲建议出门的时候 其实就说安排记者会 所以柯文哲又又又 又要开记者会了吗 那请教各位 目前还不确定 这个开记者会的时间点 但你看他刚刚说什么呢 我睡得很好啊 我外科医师 但连检呢 检联查出 他有上千万的不明账户 检方靠靠等等问题 柯文哲回答说 去问吴怡轩 去问吴怡轩 千万的不明账目 不是要问柯文哲吗 干嘛要去问吴怡轩呢 对 我跟你讲 你会发现柯文哲很特别 昨天他从家里出门 表现得非常硬 他就是全世界最硬的男人 他走出去 大声地跟大家说了那么多话 结果今天显然软趴趴 那你会发现为什么有问题呢 就算他昨天睡得好 我请问他昨天 有没有晚上去找律师 可能是大安路的豪宅是不是 对啊 那难道他不紧张吗 他肯定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图力的重点 就是你也有没有图力 他现在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花儿都写了吗 yeah 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 因为柯文哲是用不知道 瞒天过海就没事了 但是他如果知道 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今天所谓周刊的媒体的爆料 显然就像是他回应彭富 那个辨迁的那一段话 表示他是知悉的 就像是郑知道了 郑知道了 对 所以我跟你讲 柯文哲他有留辨迁的习惯 你会发现他会在 他要盖章 写完所谓的 时间日期的时候 他下面会多写几句话 有 有时候 你说他字很丑 对 他字真的真丑 有时候有一些专案的简报 他看一看 也会在上面批示 就是古时候皇上都有这种习惯 OK跟不OK 他都会批示 然后再退回去 或是往上乘 如果不OK 基本上不会 就是不OK 他这一份 可能就丢给别人了 但是有特别的状况会批示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不要小看 他所谓在2020年3月10号 留下来的 在都发局给他的这一份 说关于有没有和解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也就是盖了一个章 然后把日期标上去 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 他上面写的不是速战速决 他写的是什么 是速审速决 他希望你赶快把这个流程赶快跑完 速审速决 而且重点是什么 柯文哲是这么速的男人吗 没有 他并不是讲求这个 叫做法律程序上 这么速度快的男生 不是 他其实在于所有的 就是关于台北市政府 跟民间所有的纠纷 跟法律案件的时候 他基本上 他不会去强调 所谓速审速决 那你们以前共事的时候 他速度有这么快吗 或是遇到一些 比较难过的案子 像刚刚律师说的老板这样讲 你就让他过了吗 可否有这么好搞定的人吗 基本上不会 而且都会透过PM 来做这个总处理 就是说他逻辑就是 反正你事情越缓 那有时候就慢慢磨慢慢磨 他基本上 尤其是有纠纷的时候 他不会腰 而且他 我必须说 他如果在法律的层面上 他其实是属于 比较酷吏的角色 他并没有你们想象中 这么通融 好啦 跟你和解 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认为说 他特别在这个 这个所谓2020年3月 这个时候 他签了这个名 还写了这个 速审速决 但是我是觉得这很有趣 会办的单位是什么 是法务局 好 他的意思又是说 你们认为和解 也会有问题 好 那你们就赶快去做 可是你知道 3月10号 是一个关键性的日期 他那一天 是不是有跟应小微 做便当会 有嘛 那便当会参与的人是谁 也就是说 法务局的监导 这个督导的副市长是谁 你知道吗 是黄珊珊 也就是说 你一面告诉公务人员说 我没有太多意见 然后你们专业处理 可是要速审速决 但是你一面 又在那天 开了所谓的便当会 请问一下 公务人员知道这个状况 会不会有压力 会啊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 我就说他是政治型的渣男 为什么 这种人就像是 那个所谓和尚 对不对 他一手念经 一手在那边 Good money 很有问题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了呢 我的意思是说 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你知道 然后你故意要用这种方式 给公务员压力 所以你看柯文哲 昨天在他家前面 很硬的说什么 他说 这个公文都有很多的印章 是经过很多公务员的 不应该推给一个人来负责 其实他说的那一个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他自己 不是在帮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那个嘱咪讲话 我认为绝对不是 他是为了帮自己讲 而且他这句话 也在恐吓其他的公务员 就是说 你们跑这些流程 我都有经过你们 给我的公文 你们大家一起来承担的 对啊 他的逻辑 而且他之前 记不记得 他之前讲到金华城案的时候 他除了讲一句说 徒利那又怎样 他另外讲什么 难道你要给50几个公务人员 还有这些委员难堪吗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战略战术 早就已经定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